這邊目前我們列出來的都是漏報或短報的相關資料 民眾黨政治獻金澄清記者會 比照處理當年MG149事件發票收據牆 網紅四插毛卻揪出一張發票開出的時間點很可疑 臉書發文不懂就問貼在牆上的發票 為什麼參雜2024年8月19號的100萬元發票 選舉都結束半年了耶 而這張正式木可公司 似乎是在十天前晚間六點才緊急補開的發票 被撩包後民眾黨發言人說明 經過清查2023年12月支付的款項因廠商漏開發票 善後小組要求其補開 後續也將依法向監察院補證 柯文哲記者會陸續被抓出六大問題 避重就情 爆料柯文哲自掏腰包四千三百萬購入 商辦的民進黨議員林彥鳳一一破解 沒有公布存折依舊是空口說白話 買商辦連幾天的說詞都都不攏 悟信50年同學李文宗 還稱放在自己的民下監督力道更強 令人噴煩 據消息指出現租戶不論是簽約或付租金 都不是跟柯文哲本人接洽 而是另有代理人是不是就是陳佩琪 一連串的解釋騙子就是騙子 根本是空口說白話 購屋資金到底哪裡來 他沒有任何出示證據 還講出房產登記在他個人的名下 比較好監督 認為阿伯比這些制度還要更偉大 柯主席瀟灑告假三個月 該解釋的細節還是沒交代清 更沒秀出匯款金流自清 記者會結束留下更多疑問 三層的林博和文宣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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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